1941年12月 珍珠港事件爆发 日本人横扫东南亚一路是飞机加自行车 1942年3月8日 荷兰投降 日本人进入印尼 日本人很着急 需要大量人力填补的战争里头就要培养代理人 所以就赶紧把独立领袖们给放了 这苏加诺就表面和日本合作 但是也保持和盟军的联络 两头下注 日本人为了方便管理 宣传政策 就在各地抓那大喇叭 就是我们农村里头那种村广播的大喇叭 苏加诺善于演讲 刚好有了舞台 就把民族主义的思想传递给了底层印尼人另外 最开始 日本人在印尼组织了黄蟹军 也就是让印尼有了自己的军队 这其中就有一个人 叫做苏哈托 入武的时候只有22岁 属于他的时代还没来 我们就先按下不表 1945年日本快完了 就转而想让印尼独立 然后通过掺沙子的方法实现对印尼的控制 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时间窗口 日本随时会战败 如果不能在这个战败前实现独立 那么有可能在战后重新被欧美列强控制 一开始穆斯林吵得比较凶 那苏加诺就振臂一呼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 叫做叛查希腊 也就是建国五乡原则 人道主义 民族主义 民主主义 社会主义和信仰真主 苏加诺劝说他们饥不可施 施不再来 我们先明确了 建国会信奉真主 咱们先独立 具体怎么做 慢慢谈 结果就用了一个月 拟好宪法 五乡原则就成了宪法前沿 而且把信奉真主从最后一条给提到了第一条 我知道 我们很多朋友身为中国人排斥宗教干预政治 但是也要客观看待情况 印尼地理复杂 独立很仓促 他们不能只是谈理想 而是必须要用好用的政治工具 信仰这个东西 现在好用 那就用 第二 虽然穆斯林是主要人口 但是还有其他族群 不想接受统治 就有可能投靠荷兰人 所以你从民族政治的霸道和独立运动的客观担忧 这两点出发 他们格外强调了宗教属性 好 那虽然苏加诺速度很快 但是日本人还是投降了 盟军要求原地投降维持现状 印尼年轻人急坏了呀 生怕这独立大业出什么岔子 1945年8月15号晚上就逼宫了 17号 苏加诺在家门口宣布印尼独立 18日 苏加诺出任印尼首任总统 但自己宣布没有用啊 帝国主义他不认 盟军派英国人来处理印尼的问题 那作为老牌的殖民帝国 英国最希望就是一切照旧嘛 直接把印尼交还给荷兰 印尼吵到了联合国 荷兰直接派兵镇压 苏加诺在抗击荷兰人的同时 印尼共又效仿十月革命 发动起义 苏加诺那叫一个雪上加霜 只能两线作战 但印尼共没啥战斗力就被打败了 趁着苏加诺大出血 荷兰人发动袭击把他给逮了 这个时候 美国人把情报递到了 总统杜鲁门的办公桌上 杜鲁门是个菜鸟 不懂那么多国际局势 看到情报上写着 印尼国军 镇压印尼共产党 带共字了 那说明这苏加诺反共 跟咱一路的 美国立刻天降猛难 下场干预 荷兰人知道 大势已去了 1949年12月 荷兰正式向印尼移交主权 1950年8月17日 在整整独立五年以后 苏加诺宣布 一个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成立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印尼的独立不是打出来的 是因为国际局势变化 运气很好才成功的 但问题就来了 内部没有经过充分斗争 也就没有打出来一个 稳定的政治体系 地理上 一堆岛 那是被荷兰人合在一起的 也没有充分的历史共识 很多少数族群也不认 政治上 苏加诺只是个人魅力很强 大家都服他 可他手底下 没有一个强大的组织 就连这个所谓的建国五项原则 都是为了抓紧时间独立 安抚各方所用的话术 各方势力都想说了算 所以这个仓促的建国 直接导致印尼独立以后 最大的问题就是 面和心不和 关注我 用社科思维看世界